再看到在新北市游民12歲的女學生 她在晚上要回家 但是卻沒有帶詞口 只好去這個超商要來等家人 但是卻遇到一個陌生男子 對她亮出武器 而且還不斷罵人 而這店員是立刻報警阻止 那這女同母親呢 就到這派出所作筆錄 才知道 這嫌犯在11天前 也到同一間超商來鬧事 沒想到重獲自由之後 卻再度犯案 報案電源見到警察 立刻描述案發經過 十三號晚間八點多 一名十二歲女童 在這間超商等家人時遭到恐嚇 嫌犯拿著一把廚房常見用品 持續咆哮 嚇壞女童 附近居民早就聽過這名嫌犯 因為他不是第一次犯案 十一月二號 嫌犯曾來超商亂丟東西 店員也報警處理 結果一樣送上救護車再走 相隔十一天二度鬧事 得面對法律刑責 女童母親已經提告恐嚇和公然侮辱罪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新北市報導 極能控制我 詞你 報警